6月11号 张艺兴空抢成都 亮相王府警百货为某品牌站台 现场粉丝热情高涨 还未见到本人 粉丝们就用热浪般的欢呼声 表达了成都人民 对艺兴此次到达成都的欢迎之情 活动当中 艺兴也向现场的各位粉丝们打了招呼 也是颇为配合粉丝们的拍照要求 作为演绎创作及唱跳俱佳的超人气艺人 张艺兴一直在音乐创作和演绎道路上 努力进去 不断追求新的突破 在现场艺兴也透露了 他专门为成都人民创作了一首歌 叫麻婆豆腐 相信大家都非常好奇 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曲 让艺兴为我们写答一下 首先麻婆豆腐它的用的乐器 还是传成了 sheep那张乐器里面的sheep一样用的 笛子二胡跟 一些中国的鼓打击乐 那写的那个整个的概念 就是要把这个热情 就是我们四川人民的热情 虽然我不是四川成都人 但我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我喜欢这里的小吃跟食物 那我希望把用这个麻婆豆腐 把我们四川成都的妹子的这个热情 给表现出来 对 希望我编的这首歌 也可以得到我们对大家的认可吧 除了新歌《麻婆豆腐》之外 艺兴也透露了一个好消息 他的第三张专辑马上就要面世了 相信各位粉丝宝宝很快就能听到艺兴的新作 马上就会要跟大家分享我的第三张 真正的意义上第三张的个人专辑 那这次的专辑也是一直在不断的设计跟创造跟改变 然后希望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2018年的实听盛演 不过关于今年可否有演唱会的计划 艺兴也表示会有筹划 但是不是在今年 所以各位宝宝们可要有耐心哦 对 确实是 一直答应大家说要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演唱会 这个我在想想 我在正在考虑提上日升 在影视方面 相信各位也知道艺兴的星星 黄金铜刚刚杀青 听说在剧中有很多危险的动作 不知道艺兴可还能承受呢 就是所有的动作都还是在合理的安全范围之内 然后能做的我都做了 然后有什么高危险 我觉得都还好 但是有了一些打斗 其实也是我跟导演争取的 导演他们也非常体谅我这个想打的心 然后给我设计了很多不一样的打斗的动作 所以还蛮开心的